这时间男同学背书包骑脚踏车 只见他越骑越偏 甚至骑到内侧车道 驾驶紧急刹车 但已经来不及 男同学整个人弹上挡风玻璃 又重重汪牵涮 人滚了一圈 这惊悚一幕就发生在台南健康路上 一名高职生放学途中骑脚踏车 疑似戴耳机听音乐 为注意路况 则后车追撞 同样惊悚一幕也发生在台北天幕 下雨天两名行人不走斑马线 居然从杀石车前方穿越马路 骑士反应不及急煞惨衰 还差点被杀石车撵过去 苗栗更有女子围停路边 就急忙下车冲到对象买东西 看斑马线红绿灯啦 马路边冲出人影 驾驶器的当街狂骂 女子没走斑马线又闯红的驾驶 因此受伤到底责任 算谁的 至于彰化则有超狂公车司机 被前方围停车辆阻碍去路 当场广播准备开骂 监管民众大赞驾驶真性情 但公车业者说 避免周边店家及住户安宁 广播驱除围停车 还是尽量避免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